林女士的孩子今年上幼儿园大班 她说孩子比较喜欢玩乐高 去年三月份 她在杭州百变创造力 西西欢乐城门店 给孩子报了乐高课程 总共花了13500块钱 买了80克食 赠送10克食 总共90克食 孩子每周去一次 一般都是家里老人接送 老人他可以骑电动车 就接完小朋友放学 直接过去这样子 就是图得方便 就是12月中旬的样子 老师就是直接告诉我们说 让我们去签一个变更协议 原因是因为他们那个机构 要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让我们直接变更协议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不能继续上 就直接给我们退费 有专门的老师给我们联系 林女士说 机构发来了另外一家门店的照片 说是接下来孩子可以去那里上课 她对比了一下 原先从幼儿园去西西欢乐城 距离2.8公里 如果去新的门店 从幼儿园过去 距离4.6公里 需要经过天木山西路 当时那个地方也都是一直在修路 这个确实有安全性问题 第三就是这个机构的整体环境 我们就是不是我们理想中的那样子 所以就不想去了 就是说我们一共上了50多节课 他就说按照当时报课的证价 就是260块钱算 那么就是13500减去 51乘以260 就给我退240这样子 那这个肯定是非常不合理的 林女士说现在总共还剩38克时 只退240元没法接受 他认为13500块钱除以90克时 每节课的单价是150块钱 应该按照这个单价去计算剩余费用 林女士说西西花乐城的门店已经关闭了 她了解到杭州大跃城三楼也有一家门店 找到这里工作人员表示负责人不在 林女士拨打了之前联系过她的一位工作人员 打算退多少钱 就是正面沟通的其实是好几回了 就给了两个方案 哪两个方案 我们肯定是按照合同上面的 第二个的话呢 合同上怎么约定的呢 我们合同上面的话就是 上一节的话就是260块钱 您这边违约在先啊 先把那个电关了 第一是处理了好几次 第二个呢 我们也有第三方的法律部 各方面呢 也是做了让步 就是我们给到接到的方案 之后呢 已经给到让步了 就是说我当时也跟她说了 也可以的话就是去其他的 就是成品类的 那我们也会去给她的话去 就是各个方面的一些方案 都给到她了 并不是的话我们没有动作 我们所有的退费制度 都是由公司的话 它统一那个就是说 按照合同这样子来算的 就是说是 那合同上你们违约的话 会怎么算呢 这里的话就是所有退费 我们都是按照的话 就是上一节课的话 是260块钱 就是说是可以让家长的话 再追我们协调 林女士的纸质合同找不到了 现在手上只有两页合同的照片 记者没有看到相关违约 退费的条款 林女士说 她打过12345热线 街道组织过协调 机构同意退2000块钱 她还是不认可 她打算继续和机构协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